我喜歡講一個很有畫面的歷史 頭戴三叉 束髮子金冠 身披西串紅金百花跑 體掛 壽面吞頭連彎甲 腰細霸王 屍甲玲瓏帶 左吃宮 右吃方天化解 坐駕施風刺吐馬 所以整個畫面就出來了 你到公司上班 老闆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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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叫 領路本書 阿嬤就叫你叫 那怎麼辦 他沒有存在感 所以他最後他再退回到 網路世界裡面 然後在網路世界裡面高談 擴論 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愛怎麼罵就怎麼罵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病態 因為畢竟 你呼吸的空氣不是網路給你的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看板人物呂傑 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歷史老師 但是我不教困難的歷史 我喜歡把歷史教得簡單 歷史就是人性 散播歡樂 散播愛 呂傑愛你 請咪 哇 歡迎一開始就請咪 我們的歷史老師 呂傑 謝謝 謝謝呂傑老師從高雄上來 請坐 請坐 我今天攝影棚第一眼看到呂傑老師 他在講什麼我沒有在聽 我心裡在想他到底是像誰 像誰 後來 像閻君彪 但也有人說我像張榮衛 隨時混合體就對了 連字的位置長得都一樣 沒錯 將來人家說他們像呂傑了 呂傑老師你的這個 我們講說三國的部分好了 到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 在網上的點閱 好像已經破兩百萬了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年齡層分布的人 在網路上都看過呂傑老師講的三國 我想從三國先談起 三國這部分的歷史對你在教學上面來講 比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三國是一個流傳千年 然後永遠說不透 講不爛的故事 而且其實三國的衍生商品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為什麼講三國 就是三國的共鳴很大 是因為其實最簡單的 其實大部分的男生 小時候都玩過三國的相關遊戲 所以角色人物他們不陌生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丟這個東西咧 最容易先引起他的興趣 對 是 但他的難度就是說 當他化繁為解 然後最後你要達到他們進來聽你講 三國的目的是在考試的時候 要拿到高分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覺得對你最有挑戰的地方在哪裡 最有挑戰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教學這件事情就是 第一你要對你自己的課程充滿熱情 再來就是說你要吸引 你的熱情要能夠感動學生 所以我常講就是說 我今天一塊很棒的牛排 12A 13A的和牛 但我吃素他就沒有用 OK 所以我們在丟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就是說 先引起學生的興趣 比如說我們就以三國來講 OK 你用很傳統的方式來講三國 其實他在戲劇都看過 所以我們就會把一些現代的元素加進去 好 比如說 關於開著法拉利出來之類的東西 那你說在這個 因為他有興趣他就會去學習 其實我常常有個觀念就是 因為我們在補習班教育 那比如說 他在學校上這一段 他上了三年他聽不懂 那為什麼來這邊聽三分鐘他就會了 其實不是我們很神奇 是因為你在這個東西勾起他的興趣 OK 他今天在學校聽完課 或者說在那裡聽完課 他可能回去就放著了 可是當你勾起他的興趣的時候 他可能會去查資料 他可能會去再去研讀它 他可能不是只在這邊聽三個小時的課 他回去還會再讀三天 所以那個效果就會出來 所以興趣帶動的動力是非常大 是 好 那我們今天在現場 你看黑板都準備好了 我們請呂杰老師幫我們來講 一段三國好不好 因為假設今天我們有海內外觀眾 還沒有在網路上看過呂杰老師的三國 一定不想錯過 好 OK 老師請上課啦 好 來 各位同學上課囉 這黑板好晃 我們黑板會搖咧 對 看到呂杰老師也會怕 好嘞 來 各位同學 我們講三國要從哪裡開始講起 我們從東漢末年開始講起 來 東漢末年要注意什麼 同學來 東漢末年我們知道 外戚跟宦官不斷的循環鬥爭 當外戚跟宦官不斷的循環鬥爭的時候 人民生活過得好不好 不好 所以我常講什麼叫歷史 歷史就是人性 他就一套很簡單的邏輯 外戚跟宦官不斷的循環鬥爭 人民生活過得不好 那人民生活過得不好怎麼辦 他造反了 爆發了黃金之亂嘛 來 黃金之亂 朝廷有沒有能力平定他 沒有 所以那你只好開放地方 自己徵兵平定 可是你是個地方首長 你是個地方的督府 當年叫刺史 你發現中央政府 沒有能力平定場內亂了 所以你覺得國家要進度勝還是摔 摔嘛 國家進度摔的時候 靠吾比較有用 還是靠吾比較有用 靠吾比較有用嘛 OK 那兩個人單挑 對方拿西瓜刀 你拿原汁筆對不對 OK 所以那靠吾比較有用 所以在各地諸侯勇兵自重 形成所謂的群雄 群雄割據 OK 那群雄割據 割據到什麼時候 割據到什麼時候 來 割據到西元208年 東漢建南13年 爆發的所謂的赤壁 赤壁之戰嘛 來 赤壁之戰 從群雄割據變成三國 三國鼎立 來 同學 三國哪三國 北方的叫做 蔚 東南的呢 吾 西南的呢 鼠 OK 來 同學 事實上 它建國是不是叫鼠 很多人說它叫鼠漢 其實它不叫鼠漢 它叫做漢 鼠是後人對它的羞辱 為什麼 它就只有在四川 四川那一塊的漢 OK 所以有時候 看那種連續劇 古裝劇亂演 諸葛亮出來北伐 然後上面寫個大大的字 鼠 日本當年打台灣 會寫個大大的大旗 然後上面寫個窩嘛 扛著大旗窩來了 OK 所以同學 它叫做鼠 它叫漢 它不叫鼠漢 OK 那赤壁之戰 為什麼南方引北方術 為什麼 牆辱之末 OK 不洗水戰 水土不服 這個東西都太複雜了 來 各位同學 數學 學過數學吧 數學告訴我們 三角形兩邊之河大與第三邊 這樣會好嗎 那我們講到三國呢 同學 講到三國 你不免俗套一定要提到三國第一猛將 誰 呂布嘛 OK 你在玩遊戲三國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只有一個人武力100 誰 關羽98 張飛99 呂布嘛 但是你看到呂布的時候 呂布的武力是108 因為他拿方天化己武力加8 OK 羅冠中怎麼形容呂布 那我們說 虎勞關三陰戰呂布 呂布出燈版 他怎麼形容呂布 頭戴三叉束髮子靜官 身披西穿紅金百花袍 體掛瘦面吞頭連環甲 腰吸霸王施甲玲瓏帶 左持宮右持方天化己 座駕施風刺兔馬 人稱 人中呂布 馬中刺兔 一般我們會用這種方式 來展現我們的課程 很像說書的齁 怎麼說夠的 會讓人覺得意猶未盡 你在講三國這一段的時候 下面學生的反應 應該是很激動的吧 應該不能說激動 應該叫瘋狂 瘋狂 對 因為他就有共鳴嘛 其實像 我常喜歡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 講同一段歷史 其實歷史的東西 我們說 真相只有一個解釋有千萬種 其實我們很多人對歷史 它是在解釋 它講的其實不一定是真相 因為歷史是權力的產物 OK 我們當年 我們當年以前 看誰詮釋 對 就是誰掌握的權力 誰來詮釋歷史 所以後現代史學說 歷史沒有真相 所以那我們在教歷史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死板板的 然後就課本怎麼解 我們照本宣科 其實懸瘦不了的 你的三國裡面 我剛剛光聽這段 你有很多穿插 我也想知道你一開始 你是因為無心插流 你平常你自己在讀歷史 或是做看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相信任何定於一尊的說法 所以你有很多穿插 還是後來你教著教著 你發現這種穿插旁針薄影的含金量越高 對於學生的學習效率會越好 真相只有一個解釋有千萬種 再來就是 其實盡信書不如無書 每一件事情我們都要去 不只要看它的證明 要看它的背面 這就是我們學歷史的重點 就是所有事情它都可能經過包裝 那你學歷史就是一個理性的思考 去撕開那個包裝 就像我常講的就是 為什麼我都鼓勵學生要看書 多看點書 OK 因為量變帶動質變 你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思考邏輯 因為你不要以為 司馬遷講的就是對的 司馬遷講的很多東西是不合理的 好 我們說這個 挑戰史記 這傢伙 不是 挑戰史記 就是史記裡面有一段就是 項羽追殺劉邦 追得很急 劉邦駕著馬車跑 結果發現馬車太重了 他就把他兒子丟下車 然後那個馬車的馬夫 就怎麼掉了 然後就把他撿起來 然後怎麼又上來 他就再怕他老婆丟下車 然後司機就覺得 掉了掉了又把他撿起來 它不合理 第一 如果追得是很急 哪有時間讓你這樣玩兩次 第二 只是把那個 他不要東西丟下去 你司機怎麼敢停下來撿 所以其實 有時候我們在詮釋一段歷史的時候 其實包括史學家 在詮釋一段歷史的時候 他很多加註他的想像在裡面 那好的史學家跟不好的史學家 或者說 棒的史書跟 普通的史書差別在哪裡 第一 他的證據多寡 第二個 他的想像合不合理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就喜歡穿插一些東西 然後加入一些想像 並且我喜歡講一個很有畫面的歷史 讓學生他當場可以進入畫面 就是你 今天我們來講呂布 我說呂布好猛 好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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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多猛 他很強 很強 很強 到底有多強 可是當你把我們說 當然羅冠宗三國演員是小說 可是你把那個形象塑造出來 你就看到一個 威風靈靈英勇呂布站在那邊 所以整個畫面就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理解 如果說那個時候 教室裡面的氛圍 是向旅杰老師形容的 他是有點瘋狂的感覺的時候 表示他們是高度的興趣 在高度興趣裡面 你談專不專心的已經不是問題了 肯定專心的 因為他所有興趣度都集中在 想向旅杰老師帶引他們所勾勒出來的 這些歷史畫面 如果在課堂上有這麼高度的專注 回去你說要去背這些內容 是不是形成一個負擔 可能那個負擔就減輕得非常的多 我們一起跟著旅杰老師 到他高雄的教室去看看 然後繼續再聊旅杰老師 為什麼會有這種盡信書 不如無書的生命經驗 一起來看看 就是這一支教學生 比較失戀痛苦的影片 在鄉民的推波助瀾下 讓歷史補教老師呂傑 在網路迅速竄出知名度 然後我就拿著那一桶 到公園去找那個妹妹 我說拿給她 喝掉 她說這怎麼喝 我說你要我幫你嗎 她說對 喝掉 那女生開始喝 我才用摘的 她喝了大概40分鐘吧 喝完之後 同學你知道 講話聽起來沒有邊際 又能切中青少年最關心的感情話題 眼中笑穴 影片從去年10月上傳到現在 已經突破了180萬人次點閱 我也開始抽筋 然後開始吐 就一直吐啊 那個吐到連隱形眼鏡都飆出來 然後一吐我就拍拍她肩膀說 有沒有很痛苦 有 很痛苦 有沒有比失戀還痛苦 有 你有沒有發現失戀不痛苦 對 事實上當影片在網路發酵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卻是呂捷教書以來最低潮的時期 歡迎光臨 這就是我的書房 當時因為一些不足外人到的細顧 所有補習班的課程一系間全沒了 呂捷天天待在家裡 很難踏出家門一步 講得好聽一點像是韜光養晦 事後回想彷彿是憂鬱上身 對什麼事都提不起勁 就我們兩個人在7-11的前面喝咖啡 但是那天我們喝啤酒 兩個人一喝煮酒入英雄 開始感慨萬千 他的情緒是跌到谷底 那時候那個網路遊戲的帳號有八個 對 然後每天就窩在房間裡面 就不想出去嘛 除了借線上遊戲來排遣 呂捷還強迫自己超心驚 先定下心來 再看看自己上課的影片調整缺點 人生失意陷入茫茫亡海打發時間 呂捷自己卻沒料到 知名度已經在寬屏當中蔓延 來得又急又快 會傳播那麼快是因為 其實現在社會的生活太苦悶 那剛好有可能是我自己 個人上課的風格 剛好有這段東西 然後他看完之後他可能覺得 蠻好笑的 然後最少在這個苦悶的生活當中裡面 你找到一點點的快樂 姐們就像呂捷給自己的使命 每篇在臉書留言的結語 都是散播歡樂 散播愛 那可不是隨便說說 現在走出第一潮 呂捷把握每一個 可以走上獎台的機會 讓學生捨不得閉上眼睛 對現在的呂捷來說 上課不用提早準備 專業的早就記在腦子裡 那怎麼辦 他玩了一個遊戲叫做Cosplay 角色扮演 他瘋自己當大將軍 呂捷他是上課是有天分 我可以看出他很快就可以炒熱氣氛 當初正式敗師 領著呂捷踏進補教界的老師 姓明正 一眼就看出 老天爺讓呂捷捧的飯碗 又穩又大 我打開看幹嘛貼個貼紙 你知道 上課上看天花板 看黑板 看地板 那個叫三板老師 那個就是奧子 那個不能上補習班 這個基本上是 摩學生的才害老師的命 剛剛跟你講過 請看VCR 6月3號 從國中生高中生 甚至打算考公務員的成年人 都是旅節上課的學生 唱字年齡有大有小 上課方法自然不同 就是我常講一個補習班老師 就是要嘛你會講笑話 要嘛你會講故事 要嘛你會講道理 那最好就是把笑話 故事跟道理合在一起 你講笑話學會喜歡你 你講故事學會崇拜 因為在故事裡面我們就是神 一個人單條兩百多個包飆車子 對 然後你講道的學生會相信 關起教室的門一方天地 旅節話題能從蛋塔講到金字塔 從歷史切入 在挑動學生心裡最專注的那一面 上課就比較活潑 活潑 然後也不會無聊 然後寄東西也比較方便 來 七七宮專門跟日本人PK 哪一個日本大將軍就敗在他手上 有沒有玩過一個遊戲叫信藏之野望 他裡面有很多日本戰國時代的英雄 包括志田信長 武田信玄 德昌家康 小優奈奈 對啦 不都也接一啦 OK 來 同學 誰叫本啊 就是讓那些想睡覺的學生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睡著 然後那些笑話的內容當中 還有會含一些歷史上課要學的東西 學生 你要喝什麼 多多綠少冰半糖 冰呢 多多綠少冰半糖 糖呢 多多綠少冰半糖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過兩分鐘 笑話點到為止 上課還是萬變不離其中 我聽說課程是這樣一條主軸 我們的笑話一定是這樣走 來 同學 康庸潛剛好是什麼 盛勢啊 盛勢高不高 高啊 而不是課程是一條主軸 你的笑話在這裡 一個國家兩百多年有一半是盛勢 高不高興 高興啊 你看我們中華民國建國 我一百零四年通通都是亂世 我覺得老師很豐富 講話就是講一些歷史事跡的時候 能夠加入他自己 就是他所謂的那些莫名其妙記憶法 高興怎麼辦 叫大家一起來慶祝嘛 所以生個兒子叫家慶 大家一起來慶祝 但是家慶 家慶 樂極 生悲嘛 出一個廚房子 出了一個敗家子 把所有的錢倒光了 無所不用其極 就是要讓學生牢牢記住歷史 呂傑的兩把刷子 沒有坐定在教室裡頭 無法全部感受 他口墨橫飛的魅力 曾經在講台上一無所有 現在從別的舞台得到掌聲 呂傑在課堂上的一言一行 像是一場秀 更有讓學生從表演中 牢牢記住歷史的信心 但是以現在台灣的學生 這麼好的方法你都記不起來 所以呂傑老師 為了配合時代的潮流 我已經把它編成一段Rap OK 所以呂傑老師我感覺出來喔 你站在那邊的課堂上的熱情 在你14到15前我們可以說是大紅特紅 到一個公眾人物的 對一個非常非常巔峰之前 你就有這個熱情 人沒有 莫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我什麼都沒了 我失去了所有的東西 就是我的課 瑞減課量勝三成 然後終點又往下降 因為沒辦法 你一定要有課上 你才能養家活口 那時候課降到勝 就是玩終點大概打七五折 甚至打六折 你還是得接啊 我曾經 因為我有喝酒的習慣 但是我現在在家喝 我那時候在最慘的時候 我開著車 然後經過了我一家 我常常在買酒的酒商的門口 我要買一瓶酒 那瓶酒不貴 大概六七百塊吧 我停在門口停了三分鐘 算了 我這才開始回去好了 當然很多人說 我連奶粉都沒得喝 好 不要找我爭論這種事情了 就是我那時候的事情就是 我沒有收入了 就是收入少很多 那我女兒跟我老婆都在講 然後那個時候 而且那時候人生那個低潮 低潮到什麼程度 我那時候懷疑我有憂鬱症 我以前不相信有憂鬱症 憂鬱症給我騙 給我騙 憂鬱症有這個事情 我那時候不但有憂鬱症 我還得了上課失憶症 就是以前有一個投手 大家叫什麼我們就不講了 他以前在日本投得很好 後來受傷 然後什麼得投球失憶症回台灣 OK 我那時候也不相信 哪有投球失憶症 不是這樣欠而已 我後來那時候 我自己得了上課失憶症 就是你上一句話講完 你不知道下一句話在哪裡 然後整個節奏亂掉 我覺得像我們上課 它有節奏感的 我這句話講完要講什麼 然後中間可能穿插了什麼東西 然後包括你的翼陽頓座 我那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得憂鬱症 就是因為你什麼事情都不想做 你就是每天躲在家裡面 那可是還好啦 人有自行人力啦 就是我後來兩個月過後我就發現 這不對耶 地球不會因為你失憶失戀 失業失眠失婚而停下來等你一秒 那你還是得走出去 然後當我開始走出去 我開始重新去接觸人群 包括啊 為什麼會有一些影片流到網路上 其實有一些是我自己剪的 是因為我那時候真的忘了自己怎麼上課 所以我去找我以前的影片回來看 然後我自己看出去就覺得 哪有這麼好笑啊 所以我怎麼可以把課上成這樣子 可以用這樣的形式來展現這一段歷史 我覺得你學生很期待上你的課吧 如果它是一整天或一個下午的補習的時候 到你那邊可以充分的大笑一下 笑談話題 其實上課的事情就是 我還是那個堅持啦 就是 你要讓學生有興趣 OK 其實 我自己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我常覺得就是說 你要給學生一個 正念 一個正念 就是因為這個社會 目前真的太亂了 然後再來 網路世界的發達 它造成 很多歪理在 網路世界流傳 當然很多人也覺得我講的是歪理 OK 我們都能接受啦 OK 但是在他們還沒出過社會的時候 他其實沒辦法判斷 那個是不是歪理 你就隨便講一段話 然後旁邊加個胡適的照片 就胡適講的嘛 你隨便講一段話 加個馬雲的照片 就馬雲講的 可是 適合馬雲不見得適合你 就很多人講就是 為什麼要讀書 因為畢爾蓋茲休學嘛 那你要不要先考上哈佛再來休學 OK 誰也休學 誰也休休學 但是 我覺得 他有他的背景 OK 畢爾蓋茲有個媽媽是 IBM董事 你有沒有 沒有 那你 你怎麼休學 就是我覺得 那是 斷章取義在網路是也很正常 謠言也很正常 所以 有時候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喜歡跟學生提一點點這些東西 就是 人生不是只有讀書這件事情 那他在讀書以後 他會接觸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所以我會加注在我上課的道理裡面 因為你不把你自己當作一個補習班 我們講的誇張點 所以日進抖經的 可以幫助學生拿高分的名示而已 是因為你還很想當人師 經師人師 就是你站在那邊 你覺得你有一個角色 一個機會 你在這些年輕的靈魂裡面 你可以溝通一些 你希望幫助他們的想法 你還有這樣的心情 應該這麼說 其實 我的確覺得 很多人 就像最近這幾個月來 當然有人不喜歡我們的言論 他有寫信罵你 你教出來不是為了賺錢嗎 不玩耶 難道我老婆跟我女兒行光合作用嗎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 好 最實際的 最簡單的 大家馬上看得到就是 考試拿到較高的成績 或是拿到學生理想的成績以外 其實我覺得在學生懵懂青春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被很多莫名其妙的畫給 給牽引走了 就是常常講動不動 然後男生講義氣有沒有 義氣 我上頭跟學生講 我說男人一定要講義氣 一定要講義氣 記住我 講就好了 不要做 義氣是拿來講的 OK 其實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當然就舉自己的例子 我當年也怎麼樣 後來還不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很喜歡在我的課堂上 當然我們不是說 突然上個上禮拜 同學我跟妳講什麼 不是的 我們念從一個歷史故事 衍生出來 牽引出來 你看當年就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對 見往之來 對 我覺得就是 不是有一段話嗎 以骨為金可以知心替 OK 那其實歷史它就是一個 格局很大的東西 但如果你能用 它就可以縮到你的方寸之地 所以這麼多補習班的學生 在補習班上過你的課 後來如願拿到高分之後 我知道有人 沒有忘記呂杰老師 他們有給你一些特別的回饋 我們講很簡單 剛剛在錄影帶裡面 那個失戀篇的女孩子 她在彩綠青春的時候過不去 後來被你的綠茶灌食法過過去了 現在已經大學了 大四了 大四了 然後還有一個後篇 就是後來她 兩個月之後呢 兩個月之後就交到男朋友 就交到男朋友 就是說 你有沒有收到一些 比較特別的回饋 我想這些回饋 她會告訴你說 呂杰 你在課堂上 試圖交給學生一些 不一樣的 對他們是有發揮你希望的 正向的幫助的 我覺得最大回饋就是 她認同你 她就是一個很大的回饋 是 所以她有時候 學生遇到一些疑難雜症 對 我就是說 她網路上面 她問你的問題 已經不限於 不限於歷史 這個歷史內容 我覺得這幾個月來了 當然 很多其實也不是我的學生 他們就是 可能看到幾段我的影片 然後 你們為什麼會突然找一個 陌生人 來聊你最私密 最底層的心事呢 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嗎 你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你 或許今天回你話的不是呂捷 是我室友 是我老婆 但是這讓我 這讓我最近在上課的時候 我更加充滿了一些熱忱 就是 我希望讓學生 不要只活在網路世界裡面 你根本不認識我 我也不認識你 你要我怎麼給你回答呢 你要我怎麼給你答案呢 就像我常舉一個例子就是 你今天坐在便利超商門口 喝著咖啡 突然一個人走過去 你又衝出去 我失戀了怎麼辦 我好難過 你不會這樣做 那突兀的程度其實是 不相上下 可是在網路世界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像主持人講的 那突兀的其實是不相上下的 為什麼 那為什麼在網路世界 你敢這樣做 是因為很多人 我不敢說全部 很多所謂的鄉民網友 或是怎麼樣 他是躲在螢幕後面的 他是鍵盤上的英雄 網路世界的巨人 可是到現實生活當中 他變成侏儒了 他走出之後 他不知道他可以怎麼辦 他的收入讓他 沒辦法有希望 OK 然後再進去公司之後 我常常講的 好 你到公司上班 老闆叫 東叔叫 老闆叫 客戶叫 領路本說 阿嬸就跟你叫 那怎麼辦 他沒有存在感 所以他最後 他再退回到 網路世界裡面 然後在網路世界裡面 高談 擴論 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愛怎麼罵就怎麼罵 可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病態 因為畢竟 你呼吸的空氣 不是網路給你的 所以呂捷老師 你很有意思 你從網路世界 我可以說某種程度 網路世界使得呂捷老師的 說三國使得呂捷老師的 很多特殊的教法 跟你的性格 變得非常的凸顯 然後帶動了這個知名度 可是你有一個 很清楚的關照就是你會在旁邊看這一切 然後告訴自己 這是一個現象 可是那並不是你所熱愛 然後要轉移跟追求的 這個在當紅的時候蠻不容易 其實齁 就是我並不覺得我紅 因為如同我一直在強調 我是一個小小的歷史老師 我的本業是教書 我其實很喜歡跟人家聊天 不管是誰 OK 像我自己的以前很多那種朋友 來自四面八方形形色色都有 然後我們家 像我以前這頭醉 當過水泥公 水泥公 對 其實像我以前還有水泥公的朋友 然後 當然我這幾個月比較忙 像以前 我低潮的時候 清閒的時候 他們就會來家裡泡茶 其實我也可以跟他們一樣 就是這電視可以播 就是叼根煙 嚼著檳榔 一隻腳踏在 踏在沙子上 現在是怎樣 你說嘛 我現在沒有話 你會說出來 我也可以這樣跟人家聊天 而且我也可以 像學生來找我 我們可以很問 這什麼事情呢 需要老師給你什麼建議嗎 我們都可以 就是 我覺得跟人接觸是一件 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就是靠聯考 改變我的人生的 如果沒有聯考 現在要比才藝要怎麼樣 然後還要去做義工 我處理人家康哥 我這頭醉得不夠 我哪有時間去做義工 這還不只說三國 因為歷史嘛 古往今來 有這麼的多 我們下面要再凹他一段 是埃及 我們來看他的埃及怎麼說 埃及恕我斗膽 就是他應該是從尼羅河 來孕育出來他的這個文明 所以我們想請雨季老師 幫我們小小的講 這一段 讓我們再滋潤一下 就是 我在上歷史的過程 常常跟學生講 什麼叫歷史 歷史就是人性 其實歷史不是單純 一直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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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常舉一個例子 你 縱使你有哆啦A夢的記憶麵包 你把每一頁印下來都吃下去 很快你的身材就會跟我一樣 OK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喜歡給學生講叫 推理式的歷史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的 歷史是人文的東西 人文只有必然 它沒有偶然 OK 所以我在教埃及的過程當中 我會給學生一個東西 從尼羅河定期氾濫這四個字 推出了所有的埃及文明 OK 甚至平常心講 我們連黑板都不用用 OK 那埃及什麼盒 尼羅河 尼羅河有什麼特色 四個字叫定期氾濫 那既然它定期氾濫 你要不要知道它什麼時候氾濫 要啊 那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氾濫 所以要發明立法 OK 陰利還是陽力 來上古民族大部分都用陰利 但是埃及用陽力 為什麼 因為埃及人崇拜太陽神 OK 來再來 埃及尼羅河定期氾濫 氾濫 是一種毀滅還是重生 氾濫它當然是一種毀滅嘛 但是毀滅之後緊接著是重生 為什麼埃及以農立國 可是它們種田會不會施肥 它不會施肥 不會施肥 長久下來 土地肥沃度就會降為零 形成所謂的沙漠化 剛好埃及尼羅河定期氾濫 它將合體的淤泥挖起來 重新覆蓋在大地上面 它土地肥沃度恢復了 OK 所以我們說 當它土地肥沃度恢復之後 我們說它人死之後就可以復活 那人死之後可以復活 屍體要不要丟掉 不要 做成木乃 木乃伊 木乃伊 OK 好好做成木乃 木乃伊 OK 那我們說人死之後會腐爛 從哪裡開始腐爛 內臟最容易腐爛 OK 所以人死之後肚子會突出來 我們去碰土地面 不是我啦 我這個是脂肪 不是腐爛 OK 所以那位同學 那你要把內臟挖出來 不斷地挖內臟 對什麼東西是有幫助的 對醫學是有幫助的 所以埃及的醫學進步 再來我們說埃及尼羅河定期氾濫 這氾濫整個土地被沖刷開來了 我怎麼知道哪一塊土地是我的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塊土地是我的 會不會搶 國家會不會動亂 會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要知道哪一塊土地是我的 所以發明高精密的測量學 測量學一定配合數學的幾何學一起進步 也因為埃及的測量學跟幾何學都進步了 他們可以蓋出比例完美礦古俱精的金字 金字塔 所以我常跟學人講 金字塔是外星人蓋的 哪來那麼多外星人 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在看一些節目的時候 當他們在討論金字塔的時候 我都有憂鬱症的感覺 就是 哪來那麼多神秘的司機 哪來那麼多法老王的詛咒 金字塔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國王的陵墓 其實不管是埃及的法老王 還是中國的皇帝都一樣 他們繼位第一件事情幹嘛 就是選帝蓋陵墓 OK 什麼時候才會蓋好 他死那天才能蓋好 你不能提早蓋好 皇帝問 我的墓蓋得怎麼樣了 還差一點點 差什麼 差你而已啊 看你全家的 差什麼 差你差你 你啊 吕傑老師的歷史 聽起來的上課內容 就像一個故事 那這故事最容易引人入順的 是因為它有條有理 我們看剛剛埃及的這一段 他其實吕傑老師的邏輯性 是非常強的 但他不是用一個一般教學 這個敘事年代的這個方式 而是用一個自然的道理 讓我們自然而然的了解 哦 原來是這麼發生的 我們來看下面這則報道 來進入吕傑老師的生活 和他的生命經驗 老大 喂 老大 你今天做這張嗎 沒有啊 我怕怕怕怕 對啊 你還可以來盜製 我沒辦法做 我以前就是跟著我大哥做這個的 這 土水蓋的書籤文 跟著補教老師吕傑探大哥的班 或多或少可以瞭解 他在講台上生龍活虎 帶點草跟性格的笑點是怎麼來的 你這幾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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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爸爸開了 都是我大哥在養我跟我二哥 所以 我們小時候 什麼叫掌兄儒父 我對家人會有 比較多特別的情感 其實在這裡 學習的父親 忙著在工地賺點生活費的母親 呂捷曾經被學校老師 互惠是一個管不動的問題學生 換了學校換了老師 呂捷的缺點變成優點 靠著一張槌打遍天下無敵手 也成了日後呂捷鎮上獎台的養分 老師誘發出呂捷的自信心 還有大哥的堅持 原本高中畢業選擇打工過日子的旅節 苦拼 實拼 想要拼個大學的法律系來念 卻因為選田志願時大意識經周 誤打誤撞考上了中正大學歷史系 苦過窮過 所以在大學時期還沒踏進社會 旅節就開始想方設法 拜師學意踏入補教界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喔 有一點像玻璃窗上的蒼蠅 前途光明 沒有出路 但是他脫困而出 我記得那天是9月9號 因為我9月10號去讀大學的 我大哥...我大哥那時候穿條四腳褲 對 然後...手上拿一疊錢走出來 你做幾天 都...我做三天啊 那三天三天就四千五嘛 他就算五千給我 其實我們自己兄弟都了解 那錢是要給我嘛 但是我大嫂那時候在現場 所以我們兄弟感情會好 其實跟我大嫂有關係 為什麼 台語叫五龍 然後我大嫂坐在旁邊嘛 人家要去讀書了 你拿那麼多錢幹嘛 都給人家就好啦 那一疊如果我沒記錯大概快五萬吧 大概快五萬 對 五萬你想現在一個... 長兄如父 長嫂如母 形容在吕傑的身上再鐵切不過 所以現在一家人團圓 有機會坐下來好好吃頓飯 吕傑一定自己跑市場 親手張羅 哇 那個阿桑今天沒出來買 這多少 這多少 好啊 那都給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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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蜊怎麼買 蛤蜊怎麼買 我一百而已 那一百 那一百 那有一個嗎 那 洋蔥蒼頭 你頭前拿了兩個 他在跳耶 他活的 他活的 一直在跳耶 活的當然在跳 是 你在跳嗎 沒有在跳嗎 是 人家圓頭就是這樣 你咧 你拍照什麼 來啦 阿修 現在呂傑交出了名氣 走在路上 鄉親鄰居都認得出他來 很棒 很好笑 他如果說好 他笑得好 我跟他很高 有經理的爸爸 他爸爸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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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就像他這麼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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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傑的課因為好笑 因為親和力強 讓很多學生有了共鳴 說話直爽 評價兩極 但在學生之間 受到極大的揮嚇 是不爭的事實 在呂傑的歷史課上 說遍古往今來 浪花掏進英雄的故事 孝順父母 兄弟齊心 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 卻是千金不換的硬道理 也是呂傑傳遞的一份 人生心情 看你們全家吃飯的畫面 很有那個苦盡甘來的感觸 在你升國二那一年是不是 因為爸爸要遭樓 那你說那時候你們兩年 搬了十一次家 對啊 那就你的學習來講 我看是很難連貫 其實學習方面 你有沒有被貼過標籤 認為是一個很不好管教 有問題的孩子 這分兩個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 學習方面的確沒有中斷 因為 那時候家裡最慘你知道嗎 因為 其實我父親跑路了之後 那我母親做小工嘛 就是 小工啊 對 就是你在那個工地會看到 包了跟檳拉登一樣 然後帶個斗笠的那個 可是就那麼一點 每個月那麼一點薪水 其實養家伙我是很痛苦的 然後 那經濟之路是大哥啊 可是大哥那時候去當兵了 哇 對 就是 就連水泥工都沒辦法做 對 大哥那時候去當兵 而且以前當兵是當兩年 所以現在四個月就快 當兩年 然後在那個時候 我媽的堅持是 你不用出來打工 你不用出來 你就是要打這個就對了 那當然就是 真的是 老天爺賞飯吃 就是 我不管怎麼樣瞎攪後 我的成績都不算太差了 就是 這個也是我現在上課 一個理念就是 我最大優秀 我最好處是 我上課不會睡覺 OK 你不會睡覺 你多少都會聽嘛 就聽多聽少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上課會講笑話 講這些梗 會東拉西扯 是因為 我不希望上課學生睡覺 OK 所以我的教育其實沒有中 當然有轉學啦 但是沒有中斷 因為 我媽對這個很堅持 因為 或許這個觀念現在不太對 什麼萬關接下品 唯有讀書高 但是 最少讀書在那個當下 他唯一能夠 脫貧 對 這個就是我為什麼那麼恨 十二年國教 多元入學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就是靠聯考 改變我的人生的 如果沒有聯考 現在又要比差異 又要怎麼樣 然後還要去做義工 我處理人工康 我做頭醉就不會 我哪有時間去做義工 所以你覺得老師有個很有名的 他說這個多元入學的元就是這個 就是錢 一元兩元的元 對 我覺得人就是要快樂 那我喜歡播一些有趣的文章 把我的生活裡面的趣味 放在那邊給大家看 然後最後加上那句散播歡樂散播外 是因為第一 我自己也要歡樂 第二 我歡樂 我希望你也能歡樂 你自己這一段 在你非常重要的青春期的時候 因為家境的關係 可是因為愛得凝聚 所以你過了這一段 這段辛苦的生活對於你後來 因為我知道你大二生大三的時候 後來你們所有師父 找你一起去開課 你那個時候就可以月入大概三萬多了 你到你現在為止 你對金錢的看法 你覺得你之前 小時候苦過的那段人生經驗 如何影響你對於金錢的看法 金錢的意義 其實老實說我對於理財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概念 這倒是真的 我有時候看新聞看電視 這個好像很好賺 你錢投下去 然後沒多久就沒了 但是我覺得錢還有 就開更多的課 賺更多的錢 這個誘惑對你來講有多大 當然很大 因為我必須要生活 就是其實真的 補習班老師沒有像 大家想像中那麼好賺 其實這個跟演藝圈一樣 我們不是怕國稅局追稅 就是它其實跟演藝圈是一樣的 就是一定有一些 就是就跟金日塔頂端一樣 它是日盡朵金 賺錢賺水 賺水在榜山這樣子 可是我們一個小小的意思 其實我們是在最底層打混的 其實我們的收入沒有想像中的好 可是我覺得我的金錢觀是 結婚前跟結婚差很多 不敢說日盡抖金 可是我結婚前其實 我是月光族 但是不於匮乏 而且 我看你個性也像 然後到我 其實我結完婚之後 我覺得那個改變很大就是 你不再只是一個人 對 就像我們之前有個低潮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你會突然慌了 就是 你的收入瞬間銳減 客也銳減 你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那個時候 你才會發現 所謂的窮 其實不是你的銀行存款 裡面剩三位數 而是你身邊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對我的金錢觀 到目前為止就是 我大部分剪輯就是交給我老婆觀 就是我每個月進來的錢 就是我老婆就拿走 對 我老婆就拿走 然後 她就每個月給我一點點利用錢 所以各位朋友 不要再找我借錢了 不要再找我借錢了 你要找去找我室友 你可以寫信給她 謝謝 呂杰老師教歷史 歷史就是一個見往之來 剛剛在這邊也跟我們說 歷史它絕對是一個必然 所以在一路教歷史的這個過程裡面 應該有很多抗拒誘惑的 這樣一個歷史人物跟歷史現象做的抉擇 在最後像你現在是在台灣 處於一個人口密度這麼高 你的知名度也這麼高的時候 你覺得在抗拒誘惑這件事情上面 作為一個補習班的名師 對 你自己會面對哪些誘惑的陷阱 哪些挑戰 應該這麼說 有些人破在毒 有些人破在酒 有些人破在酒 有些人破在飾 有些人打扮很成熟 你根本看不出來哪是學生 我們以為是行政 以為是工讀生大工 就是大學回來工讀生 我會發現不對的時候 我們會立刻拉出一條線就是 從小美女變成孩子 孩子怎麼樣 孩子你別鬧了 孩子什麼的 就是你要立刻把那條線給拉出來 就是你不要讓她開始 就不用去收拾 我相信李杰老師 她現在面臨很多新的人際關係的挑戰跟衝突 但是她每一個在臉書後面的訊息裡面 就像她今天一開始 其實我最後要問的 啾咪前面一定有散播歡樂散播愛 我現在做愛李杰老師對面 我覺得她真的是這樣的一個個性 這樣的一個人 最後你可不可以詮釋一下 如果那不是一個補習班老師招生的slogan的話 那散播歡樂散播愛 你真的每一次去重新貼PO這幾個字首你的心情 心意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人就是要快樂 那我喜歡PO一些有趣的文章 把我的生活裡面的趣味放到那邊給大家看 然後最後加上那句散播歡樂散播愛 是因為第一我自己也要歡樂 第二我歡樂我希望你也能歡樂 再來就是其實一樣莫忘初衷 我希望大家活在現實世界裡面 我今天可以遇到這些事情是因為我活在現實世界 而不是活在網路世界 我最痛苦的時候我發個帳號 每天在那邊打網路遊戲 那我不希望 我當然很多人關心旅節我很開心 OK 人都希望人家關注 OK 但是你可不可以像我一樣 去注意你身邊的東西 OK 你今天你為什麼沒事就是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窩在你的電腦房間裡面 其實你可以 你就到7-7門口去坐 你都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 你可以看到群聚吵架 然後看到那兩個國中生抱在那邊打 然後你還偷拍上來上床 就是我覺得 人與人就是要接觸 人這個字很好寫 但是很難做 所以當你躲在網路世界的時候 你甚至不是人 你只是算ID跟一個暱稱 今天非常非常謝謝 非常非常謝謝呂杰老師 我知道你的這個熱力跟魅力從何而來了 因為呂杰老師是一個把握當下活在真實的人 在這一個網路的世界裡面 我們很多人從網路爆紅 我們兩百多萬點驗率 才認識跟知道呂杰老師 但是你看到他 你會知道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不教先師 謝謝呂杰老師 謝謝你 帶來歡樂 帶來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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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的 一定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